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安十二时辰》 作者马伯雍 演播张腾月 第39集 曹破岩既然说出十字莲花 显然这位诱沙贵人应该是藏身于景寺之内 此前龙波是混迹于仙教祠 看来突厥人很喜欢利用无辜教众作为掩护 可张晓静和李璧却没什么欣喜之色 查安城内上规模的景寺有十几座 景僧超过千人 仅凭着这么一句话去找诱沙 无异于大海捞人 能不能像之前查仙教那样 先查一下景寺的肚蝶 张晓静问 李璧咬咬头 之前调查仙教祠 不过局限怀远一方而已 现在要查整个长安的景教度碟 时间根本不允许 谭琪在一旁轻轻咳嗽了一下 李璧还没说什么 张晓静先抬头笑道 姑娘似乎还有想法 谭琪本来想偷偷暗示公子 结果却被这个灯徒子揪到了名处 不禁恼羞的瞪了他一眼 李璧却顾不得这些细枝末节 这里没有杂人 谭琪你不必顾忌 有话直接说 谭琪这才大胆说道 我是想起一件旧事 咱们静安司草创之时 地点几经改议 最终定在了光德坊 这里同房有经兆府 便于暗读调阅 西林西市可以监控胡商 北街黄城 时刻联络宫中 东连朱雀大街 易于调动兵力 只有在这里坐镇 公子方才能掌控全局 指挥机翼 我想那诱沙 应该也是一样的想法吧 他说的委婉 李璧眼睛却是一亮 从葡团上站起身来 用面饼擦掉手上的油腻 拿仿图来 这里没有沙盘 不过静安司的画匠 赶制了一幅主旨地图 虽然比出潦草 可该有的标记都有 谭琪立刻回身取来 摊开在地上 李璧和张小静俯身凑过去研究 谭琪果然敏锐 他一下就找到了绝妙的切入点 那个诱沙贵人来长安 不是度假 而是指挥协调 一方面他得控制狼位 一方面还得能随时联络 那个收买他的神秘势力 对联络要求极高 可他没有望楼系统 必须选择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驻留 张小静取来一只小狼嚎 在图上画出一条黑线 从金光门研制西市 又研制昌明坊 副折回光德坊 中间还分出一条虚线 连接到东边的修正坊 狼位在长安城的行踪 很快便一目了然 旁边李璧也拿起了一管小狼嚎 站的却是朱沙 他点出的 是这条黑线附近 两坊之内所有的景色 长安诸教 都有词部管理 徐斌做事极认真 刚才向草庐传递消息时 特意从磁部调来了景色名录 以备查询 两人勾勾点点 黑线红点 一会儿功夫 地图上便一片狼藉 外人看似 好像儿童涂鸦 可在他们眼中 却是一片逐渐缩小范围的罗网 随着一处处位置被否定 敌人的藏身之处 越发清晰起来 最终 他们的视线 汇聚到了地图上的一处 同时抬头 相视一笑 这里叫易宁坊 位于长安城 最西侧北端 就在开远门旁 贞观九年 景僧阿罗本 自波斯来到长安 太宗皇帝 准许他在易宁坊中 立下一座波斯胡寺 算得上是景教在中途的祖庙 词部名录显示 寺中景僧约有两百余人 从表面看 这里位于长安城西北 地处偏僻 可再仔细一看的话 他西北有开远门 西南有金光门 正南是西市 皆是胡商出入要地 有什么风吹草动 登高可窥 房北当面一条横路 乃是长安六街之一 直掠皇城而过 与朱雀大街 恰成纵横长安的十字 交通极为方便 无论从藏身 还是联络的角度 易宁坊景寺 都是诱沙必然的选择 我这就亲自去查 张晓晶迅速起身 李璧拦住他道 就算你进得四中 面对数百僧人 怎么找 张晓晶道 诱沙在突厥的身份高贵 不可能一直潜伏在长安 只要问问哪个景僧 是新进来的 应该大体差不多 李璧觉得 这个筛选方式 还是太粗糙了 可眼下情报太少 只能姑且如此 具体的 就只能靠张晓晶 现场随机应变的 这一切 都是该死的时辰的错 实在是太仓促了 李璧心想 张晓晶又补充了一句 这个范围内 还有布政 颜康挤出房里有警司 还是得再派几队人去查访 不能有疏漏 这个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时张晓晶提出了一个 出乎意料的要求 谭琪姑娘能不能借给我 面对这个突兀 甚至可以说是无礼的请求 李璧和谭琪都十分意外 张晓晶说 警司人员众多 形势很复杂 谭琪姑娘眼光敏锐 欣喜如发 远强于男子 我想一定能帮上忙 现在容不得任何失误 最后这一句 稍微打动了李璧 李璧捏着下巴想了想 我不能带谭琪拿主意 你自己去问他 张晓晶走到谭琪面前 威以拱手 时辰不等人 谭琪本以为他会长篇大论 没想到就这么五个字 硬邦邦的 全无商量余地 他求助似的看向公子 李璧却打定主意不吭声 谭琪咬着嘴唇 垂头不语 张晓晶正色道 不必担心 别人或许垂涎姑娘美貌 我要借重的 只是姑娘的头脑罢了 你 谭琪一时间 不知道该气脑 还是该高兴 他再看向公子 注意到 他额头皱纹又深了许多 心中不禁一软 为了公子 命都可以不要 何况这个 他抬起头 勇敢地迎着灯徒子的眼光 我去 可又一样先说好 我自己会判断局势 你无权命令 张晓晶把右手高举地伸过来 干嘛 机长为事 谭琪勉为其难地 跟他拍了一下手 感觉 这男人的手掌 可真够粗的 一层厚茧 让他的掌心 微微有触痛 他忽然想到 在右销位的门前 似乎就是这只手 按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时辰确实极其紧迫 荣伯的谭琪 琪磨他的小心思 两人略做准备 便匆匆离开草炉 正当张晓晶迈出门槛时 李毕忽然开口道 张都尉 此番你不必再有顾虑 尽管放手失为 本官绝不疑你 张晓晶停住脚步 在门槛前回过头 他背对外头微弱的灯光 脸部一片黑暗 可那只独眼 却闪着一样的光芒 我从不以李思诚 不过 静安司里的敌人 则另当别论 说完之后 他大踏步离开草炉 李毕突然叹息了一下 谭琪狐疑地看了公子一眼 总觉得 他的叹息里 有些说不清 道不明的东西 张晓晶和谭琪很快离开 李毕一个人待在草炉中 也没意义 便直接返回静安寺大殿 在慈悲寺的围墙旁边 早早架好了一具木梯 为了怕长官摔着 徐滨还贴心地用绳索 把梯子顶部捆住 翻墙毕竟不雅 考虑到李毕的面子 在对面只有徐滨一人提着灯笼迎接 一下梯子 徐滨正要转身带路 李毕却忽然把他叫住了 稍等 我有几句话 想与你交代 徐滨不明白 为何不去静安寺正殿内说 他连忙停下脚步 一脸疑惑 李毕再次环顾四周 确认没人旁听才开口道 你觉不觉得哪不对 徐滨有点迷糊 突厥狼魅的事 不是已经讨论的很充分了吗 李思成还有什么疑点 再说 就算有疑点 你也该跟张小静说呀 为何专挑在墙根跟我讲 李毕见他懵懵懂懂 也不解释 自顾道 你是否还记得 五初之时 张小静和姚汝能 吩咐西府殿和远来商战查案 记得 记得 徐滨记忆力妹的说 在那次行动里 远来客栈的火盆 把马舅四草引燃 结果引发混乱 姚汝能慌忙放烟 张小静只得离开西府殿前往救援 然后觉得不对劲 这才中途折返 正撞见狼卫杀人离开 李毕冷笑道 那商战做惯了马屁生意 怎么会犯把火盆 搁饲料旁边这种错误 张小静才进西府殿查探 远来客栈就出了问题 若非这么一搅和 只怕张小静早拿下 那个突厥狼卫了 徐滨不太明白 李毕纠结于这个细节做什么 李毕又道 张小静身处抵达昌明坊 深正便被崔弃擒拿 前后不过半个时辰 李相又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掌握动向 说服崔弃呢 您的意思是 迟钝如徐滨 也砸磨出味道来 可他不敢说出口 李毕立在墙下 双目寒光一闪 张小静倒是早看出来 这静安司里居然出了内奸呢 一团马趾在军炉里扭曲全卷 火蛇从纸背后透出来 很快就把他变成一堆灰烬 又杀拍了拍手 如是重负的站起身来 这是最后一份 他与王庭之间的密钥文书 从此以后 谁也没办法 把他与突厥联系在一起 至少没人能证明这一点 接下来 他环顾四周 从柜上拿起一只 自己曾经最珍爱的刘金九尊 这九尊是可汗赐予他的 尊柄弯曲 外壁上有一匹飞驰的骏马 和一头盘羊 具有浓郁的草原风格 又杀惋惜的泽了一声 把九尊丢在地上 用脚使劲踩扁 直到看不出原来的模样 屋子里还找出来一副羊皮鞋囊 几盒马油膏子 两条虎头银链 和一顶密支防风灯罩 这些都或多或少 带着突厥风格 有可能会泄露诱沙的身份 他们或被销毁 或被远远丢弃 这些物品并不能说明什么 大唐颇为崇尚狐风 此类器具比比皆是 不过诱沙觉得 在这个时候怎么小心都不为过 忙碌了许久 又杀的额头也微微浸出汗水 他想从腰带上摘下一条汗金擦擦 却无意中碰到腰带上缠着的 一团人的毛发 又杀皱皱眉头 想起来这是从草破岩头上 割下的顶发 不懈得冷哼一声 用力扯下 也丢进军炉 那头发很快化为灰烬 这群傻瓜 又杀直起腰来 看向窗外 忍不住冷笑道 这些愚昧的狼卫 还以为自己是几十年前 那个能跟大唐 不分宣制的突厥 真是糊涂蛋 他身居高位 对格局看得再明白不过 如今的突厥 只是一个在草原上 苟延残喘的部落 空有可汗的头衔 却连周围的小部族 都难以压制 一头衰老的病狼 早晚会被狼群里的 其他壮年狼取代 这种局势之下 克汗居然还一想天开 想要在长安挑衅大唐 在幼沙看来 这简直就是自取灭亡 不过 他没有费心劝解 反而主动请鹰 到长安来指挥 反正突厥迟早会灭亡 不如趁机卖个好价钱 这些狼卫 就是最好的筹码 幼沙最初的想法 是投靠大唐 不过 朝廷的态度 琢磨不定 幼沙不敢冒险 很快 他就联络到了 一个更好的买主 得到了一个 绝对令他满意的价格 和一个惊人的计划 那个计划到底是什么 幼沙并不关心 他只是按照对方要求 驱使着手下执行 每一个步骤 这是一件天大的便宜 突厥会付出成本 以及承受代价 而所有的利益 都将是他自己得到 那些可悲的狼卫 恐怕到死也不知道 他们到底在干嘛 没办法 谁让他们是狼卫 自己是幼沙呢 汉帝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愚人 真是智力名言 想到这儿 幼沙咧开嘴 在空无一人的卧室里 发出一阵呵呵的干笑声 现在 约定已经完成 幼沙把最后一份 从狼卫那里传来的文书焚毁 扔掉了一切 和突厥有关的东西 现在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接下来只等着对方上门交割 然后他就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过任何想过的生活 幼沙把君炉扔在角落里 回到卧室当中 重新坐回到暗基前 暗基沙除了经书竹台 和那把歌曲曹破岩顶发的短刀之外 还有一个陶制的摩羽形酒壶和配套的琉璃杯 它们不算典型的突厥风格 因此得以幸免 幼沙给自己蒸满了一杯鲜红弱血的西域葡萄酒 微微晃动 借着外面的灯火 他能看到杯中那波光淋淋的琥珀颜色 老人举起杯子 喃喃自语 觉得自己 应该为未来的美好生活干一杯 戏犬耸着鼻子 在昌明坊已成废墟的瓦砾中来回搜寻 姚汝能心神不宁地牵着他 不时朝外头望去 墙内头有列伯般的踏歌声传来 伴随着阵阵喝彩 此起彼伏 光是这嘹亮的声浪便已充满诱惑 倘若能攀在墙头看过去 只怕画面还要精彩数倍 但姚汝能可顾不上这些 他此时心中全是焦虑 一是搜寻迟迟不见结果 有负张都尉所托 二是不知靖安寺那边查得如何 突厥余孽 一时没落网 长安一时不静 戏犬忽然仰起脖子 放声废起来 姚汝能苦笑着蹲下身子 揉揉戏犬的脖颈毛 他已经是第三次 冲着那口警叫了 吕奔军在搜查现场的时候 就已经注意到 那口井伤盖着石头 搬开之后往里面看过 什么都没有 这次姚汝能牵着狗来 也反复探头进去看 没发现什么异状 为何这狗一直纠缠不放呢 这性子和脾气 可真像是张都尉啊 这个不静的念头冒出来 姚汝能自己都呵呵乐了一声 心想 可千万别让张都尉知道 他起身拍拍身上的土 既然搜寻无果 不如早点回去 张都尉那边 说不定已经有了新方向 他不想错过 大家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virtual选择 魔台 转播放 转播放 转播放